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3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近年来以德高望重口号 打响了客家米食文化的台东德高社区 透过农村再生计划的辅导 由家政班的妈妈们选用食材入县 研制了多款创意重 13号特别举办了行销活动 台东县长饶庆林期盼 在推广客家米食之余 还能够增加社区的经济收入 古有闻乡下马的好酒 在台东关山镇则有香气四溢的德高望重 取自德高地名与肉粽巧妙结合而成的德高望重品牌 除了选用关山米 自制萝卜干等在地食材外 还将小米 野浆花等农特产品加入内餡 经过家政班妈妈一番巧手制作 就成了各式应景的端午粽 有龟粽 米粽 也有鸡粽 甜的 我们的食材 糯米也好 萝卜也好 很多东西都是在地的食材包出来的 位在关山镇的德高里 是客家阿美和外省族群融合的社区 近年来透过农村再生计划辅导 传承推广客家米食文化 研发超过十种口味的创意粽 端午节前夕特别举办了行销推广活动 充满器带动异后消费能力 我们的米的品质一直是 全国里面是算很好的 那我们既然有这个优势 那我们可以多发展一些米食的文化 要往外去做推销的部分 我们还有一些陪伴的路程要来努力 台东粽谷出产豪米 县福积极推广米食产业 17号也将邀请德高社区前进县府 教导县府员工包粽子 感受米食好料理及在地人情味 也让米食文化能随纵香飘飘思逸 进行创家会关山镇报道